这个冠军换人座 这是全球最有价值的品牌 在今年换人座了 苹果以983亿美元的价值几下 残联13年的冠军可口可乐 那么推出这个Google演技的Google也窜起了 以932亿美元拿下第二 那么原本第一名可口可乐 那么退居到第三年 苹果 Google 可口可乐 谁能称霸2013年最有价值品牌 苹果吧 比较有印象吧 我觉得可口可乐吧 不要有历史性的 Google的潜力比较大 三大品牌各有拥护者 但答案竟然是 今年的第一名竟然是苹果 虾米 苹果击败 残联冠军13年的可口可乐 以983亿美元的价值夺下冠军 第二名则是去年第四名的谷歌 以932亿拿下 可口可乐则小叠两个名次 位居第三 一个品牌在串起的过程中 它的顺序是这样 第一个一定是变成一个很时髦 到后面就变成一种生活的一种态度 它已经变成一种生活的习惯 那品牌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影响力 当然是逐步的窜身 不管是iWatch还是谷歌眼镜 专家分析只要能够推成初心 品牌力也会跟着走强 并不是说它整个市场的价值掉下来 而是Apple跟Google的市场品牌的价值 串升的幅度太过惊人了 有趣的是美国品牌公司调查 前十名中光是科技厂就有六家 IBM 微软 三星 Intel 靠着不断推出新品 照样稳坐排行前十名 谁能够掌握消费者的沟通习惯 消费者方式 使用方式 还有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云端的概念 它的品牌一定会在持续的串升 几家欢乐 几家愁 刚被微软买下的Nokia 退步38个名次 滑落到第57名 同样被并购的黑莓机更惨 已经划出榜单 只能说科技日新月异 谁能力求新意 就能在品牌战中打胜仗 同时财经新闻 吴瑞范 何人凯 综合报导